以下的內容是兒童不宜的 希望如果你聽到或者小朋友在旁邊 盡量家長指引 這就是因為牽涉到一些網上平台的問題 那個網上平台就叫做OnlyFans 哇! 對了,OnlyFans這個平台當然是會有一些成人的內容 我們說的話就不是什麼成人的內容 只是有些人的行為就是腐敗透頂 我們認為這個朱西伯格是賤格 但是他的員工更賤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朱西伯格除了Facebooker之外 還有Instagram Instagram他們可以隨時封你的戶口 好像之前有另一個人 他明明的帳戶名叫做元宇宙 但是因為Facebooker有改名 改成Meta 改成元宇宙 就偷了那個人的帳戶 就封了他 這樣也可以嗎? 是的,之前我們已經說過這件事了 之前有節目已經說過了 現在更離譜 因為他在Instagram都可以隨時 違反政策 他都可以封你的戶口 你要再開戶口 其實是很困難的 有一個姐姐叫做 KittyLixle 當然她是做成人的產業 藝名 成人的產業 成人產業 當然他們就解釋了一件事 他就說 他那個 這個戶口 即這個 這個 Instagram 的戶口 就被人封過 那他怎麼能夠開戶呢? 他怎麼能夠開戶呢? 他當然要找一些Instagram的人 他也要在LinkedIn的網站 找Instagram做事的人 即是在那裡工作的人 在那裡工作的人 為什麼封了戶口 其實這些都是吃腦的 有辦法的 女性是有些揭櫃的 就是出來揭櫃的 就是出來揭櫃的女子 有些是厲害的 所以有些人是特別喜歡出來揭櫃的女子 因為他們是厲害的 特別欣賞 他們很厲害的 即是有些男士特別欣賞出來揭櫃的女子 他找了Instagram 他們的誠信部門 可以叫做Integrity Department 即這個Integrity Department 就是最沒有Integrity 最沒有Integrity 為什麼呢 原來他就這樣找了一些人 然後就免費性賄賂 幫他開發 吃了一個誠信部的員工 不知誰吃誰 不知一個是幾個 是幾個 是啊 利用這種方法 就把他的Instagram的帳戶解封 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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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吃幾個 不知這個吃誰 他說幾個 因為他的Instagram試過被封三次 每一次都是用這條招開的 至少三次吃過 其實不止了 不止了 可能每一次的 其實不止了 其實不止了 因為那個情況 就是應該他要跟幾個 潛規則就可以了 潛規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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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人家潛規則呢 我不知道 這個就 當然 那個問題就是 其實為什麼他的戶口會被封呢 其實有幾個可能 第一 照片太正了 太噴血了 是不是呢 放在Instagram的照片 不是 因為他那個問題就叫做 就是 他們叫做 這個我講英文 Sexual Solicitation 哦 就是這些 其實就是 嚴格來說 就是招攬客 招攬那些客人 那 開個戶口就是為了招攬 一些想看東西的人 去進去 那當然了 你追蹤那些人當然是想看的 如果你不想看 你怎麼會先追蹤那些戶口 是不是 那好了 那他 當然了 就是 最初他看到那個情況 那他 就是 當然他開戶口 那沒有辦法了 那他結果呢 都是要 就是 睡飽了 睡飽了之後呢 就開發 就是這樣的 那當然 就是很多性工作者 都是 就是 很不喜歡這個Instagram的 但是 我的看法呢就是 就是這個平台 就是Instagram自己的 他喜歡封就封 對不對 但是 那個問題就不是他喜歡封的 結果你封完之後呢 竟然就可以潛規則 這樣潛回戶口出來 那其實就 不太行 我覺得 有沒有什麼必要呢 你自己開過一個新帳號就行 是不是 不過呢 你開過新帳號 你的訂戶又重新儲存過 這個也是不容易做的 所以他就行這種方法 用這種方法去潛了一個 在這個Meta公司的那些 那些誠信部的員工 不知道 可能是互相潛了 可能是 潛烏龜那樣潛 是啊 潛回帳號回來 就是靠這種方法 是啊 他最初潛的時候 潛的人是幫不了他拿回戶口的 這個很搞笑 只是吃就不做事 那不算收款 我收了款待 但我不做的 那款待不做的 哈哈哈哈哈哈 你聽到這個 是不是壞到不得了 我看到都呆了 哈哈哈哈 多謝Lang King88 和Helen & Leung 多謝你的支持 很奇怪 最後幫他弄回戶口的那個人 他就沒有認識他 最奇怪的就是這樣 哦 不過是這樣的 因為最後弄回戶口的人 其實是比較高級的 結果 撈髒東西的那些人 其實就是低級的那些人 哈哈 這樣也可以 哈哈 哈哈 因為其實說真的 可以避嫌 現在是這樣 哈哈 哈哈 你在不同的地方做這個工 你都不一定會寫上去Linkedin的 你到了某一個位置的時候 你不會寫的了 其實Linkedin的什麼都沒有 是不更新的 我自己的Linkedin都是不更新的 為什麼不會這樣更新的 因為我都不找工作 明白嗎 我也不想被人找我做 很煩 我也很煩 我自己去找工作做 但是呢 我去找工作做 那些人都會懂的 那我已經不需要 告訴別人我做過什麼的 他都知道我做過什麼的 我做回一些 認識的人的生意 那我的看法就已經OK了 當然 這個珠西伯格 他自己就衰格 原來他下面的員工 都是漸漸漸漸漸的 哈哈 哈哈 因為他要這樣的 他要 他的情況就是 下面的人就答應他 說會review一下 要重新看一看他那個情況 答應了 那 就是 他如果一個review了 不行的話 他就要找另一個人 又要性賄賂 總之搞到得為止 其實就 那究竟他 在這個情況下 他用性賄賂了多少個人 那我就不知道 當然我認為有些 Facebook的員工 都是正義的 但是 我相信 未來這幾天 朱西伯格的公司 就會有些回應 因為這個消息 現在在推特 傳得很厲害 不過究竟有沒有發生這樣的事 我的看法 你都不可以盡信 這位叫做 Kitty Licksal 的人 為什麼說 不要盡信 Kitty Licksal的人 因為他說了可以不負責任 這些人 他吹嘴而已 對呀 他吹嘴而已 我說一下而已 說一下而已 都可以的 但是 我們這些是吃花生而已 嚴格來說 就是我們 是抽離一點去看這件事 哈哈哈哈哈哈 有時候 這麼大的公司 做事都很兒戲 可以是 是可以很兒戲 而且是 可以衰格到不得了 因為你看到 就是 你怎麼有可能 這樣 就是被人性賄賂一兩天 就立刻 開回戶口 如果你的戶口本身有問題 那你就不應該這樣做 對不對 對不對 那麼 Toracev說他們要深入了解那個賬戶 這樣 那麼不知道是賬戶 還是張戶 深入了解一下 張戶 哈哈哈哈 那麼 Toracev說這些是騙蝦條 那麼 他又不算是騙蝦條 他是自願的 他是自願的 不是騙的 是啊 哈哈 所以你說是否騙蝦條 嚴格來說 就不算的 他還很輕鬆地說出來 那位當事人 是啊 很輕鬆地說 啊 在接訪問的 啊 是啊 而且他很厲害 他還要穿衣服 其實跟不穿也沒有分別 那段視頻 是很清涼的 那件背心仔 哈哈 是啊 跟不穿也沒有分別 那些東西掉出來 那樣的 地心吸力更厲害 哈哈 哈哈 其實是不太妥了 那麼 深入寶賭棍 可能阿姐覺得跟請吃飯一樣 那麼隨便 當然是 他們真的找到吃 當然 他們這些當然是找到吃 因為其實 上網很多人都是看鹹的東西 其實說真的 就是 上網看人說鹹的東西 以及聽人說假的東西 其實網上的文化是這樣的 我們想做好一些網上文化 想說一些真話 其實就是收皮 哈哈哈哈 哈哈 因為他搞過幾個 是他自己說的 他直接說他自己 做過幾個 那就是 搞過幾個 搞定了 搞定就可以了 這樣 很容易 當然 講到很兒戲 究竟是不是 我的看法就是 他講話都有水分 我粗錢的看法 那麼 拖一師傅就說 保險界 什麼什麼界 你這些說法是不公道的 其實床單這件事 其實每個界別都有人會有的 都有一些床單 有人會有這些東西 但是 其實是這樣說 我粗錢的看法就是 每個人都是用他自己 獨有的方法去 銷售東西給人的 他如果用這種方法去銷售 你都阻止不了他的 因為這些嚴格來說 不是違規 也不是犯法 嚴格來說 不是違規的 道德上說不去 每個人的道德標準都一樣 是啊 有些人很喜歡做這些事情 覺得無所謂就行了 我的看法就是這樣 沒有辦法 你可以笑他 但是 那些人很多時候會很成功 所以 這個世界很慘 笑貧不笑窗 沒有錢就被人笑了 就這樣 好可憐 我們說老實話 Klara Fung也多謝你 Maverick Wong也多謝你 多謝你們兩夫妻 多謝多謝 Freder Wong說 那些人從來都不喜歡聽老實話 老實話當然是很難聽的 其實 有些人是接受不了老實話的 現實就是很殘酷的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些人說 這些上網追蹤看東西的經驗 哪有李議員這麼有豐富經驗 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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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問心無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這個人很厲害 所以我就是說 這些人是耐用的 因為他面皮夠厚 第一樣 第二樣 他夠無恥 這個很重要 哈哈哈哈 這個很重要 你有羞恥之心的人 做不出這些事情 亦都說不出 不是我 不是我 所以這些人是厲害的人 不過沒有辦法 這個世界的厲害的人 有些是很賤格的 包括西門 是這樣的 還說問心無愧 是正人渣 是的 因為這些是正常的 在他的角度覺得 我們稍後會講一宗 另外在內地發生的消息 這是內地中國最高人民檢察院 檢察院最新發布的 組織未成年人士 這個賣淫的案例 我們休息一會 待會就會講這個消息